手拿完美当老鼠辐射里面我做主 你好老鼠人我是果赖导师 赛季莫了你能先送我一个果赖吗 今天是我挑战当老鼠打造纯金仓库第三十三期 没什么好说的直接过来开金箱子 熟悉的箱子熟悉的我金箱永远欢迎我出金 挖去一把金色大菠萝 居然是双鼠的还是传说中一点用都没有的属性 没关系啊他好歹也是双鼠直接回到仓库穿上老鼠套装 再拿上这把金色大菠萝 装上红点之后我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战备值怎么能超五万多呢 直接把我的老鼠头卸下来好吧必须有性价比 消耗品就带上两百发子弹加上三瓶马尿 最后五图单排刘涛的噩梦出动 挖去竟然复活带了宝死一号位那必须去 当然是来到地道里了谁要去打宝死啊 难道辐射区里的东西不香吗 刚走进来就发现倒吊的车旁边围了两条狗里面肯定是有人的 我去一个钢套钻出来了 不愧是钢套啊就是硬啊这都不死不过也没关系啊 他后面跟着两条狗他不可能打赢我的 听着这枪声戛然而止我就知道他被狗哥拿下了 必须给我们狗哥来两颗爆米花是好吧 你看狗哥好吃的都翻肚皮了 再看这个人爆什么 我去我去一个流头加上一把大钢筋也是非常的小好吧 捡完东西刚想上楼顶就发现楼顶有人 卧槽不行了一枪我就要死了直接跳下去 直接开启博尔特模式回到二楼 刚想打药就听到旁边有人跳下来了 我去怎么还丢火呢这些人怎么那么喜欢吃烤老鼠啊 不是这人会不会丢火 他火丢那里那我不是可以打药了吗 好好好刚才丢火烤 我是把你看我拿捏不拿捏你 OK啊经过一锅菜几乎啄也是狗哥拿下的NVP 先打个要再翻出来看看有什么宝贝我去钢流家 也是非常香甜可口啊 但是楼上也是又来脚步了接着在这等人下来 卧槽这个人怎么一过来就送我一万块钱的见面礼啊 我还是不收了好吧 虽然我不收这一万块钱见面礼 但是我必须给他回一颗 他在窗口风火我们直接走右边门出去打他 还搁着丢火直接被我坐下 我去又是两件牛鸡 舔完东西就听到了楼顶上人了 身穿高流家的我必须主动出击 先把一颗雷丢脚步人在左边直接一颗雷甩过去 可惜没有炸中但是也是打到了他一枪头 他跳下来肯定会经过三楼的直接跳上围栏打他 又蹭到了一枪直接乘胜追击 听到他丢火了直接换一个盗走从楼下拦截他 最后也是配合七八条狗哥直接拿下他 挖去小油涛也是爆红了 我丢我丢两把精卫一个又包 把他的东西都件上再来把箱子开一下 最后也是从一个老鼠人化身为油涛 小油涛